今天俄语里面 中国的发音是什么呢 就是屁大爷 念跑的时候你大爷 什么意思呢 音译过来就是气单 俄国人是把中国读气单 拉丁文 阿拉伯文 中国读音都发气单这个音 气单人的发式跟中原人不一样 中原人术发 男子满二十 女子满十五 头和不屁 术发 弹起来 爬在脑袋拿三字一笔 气单人是坤发 中间的都剃掉 一边一嘎嘴 后边一嘎嘴 三嘎嘴 而且把这三嘎嘴呢 要梳成小辫 垂下来 这叫坤发 一看这种发型 这就是气单人没错 唐朝很强辣嘛 安禄山英雄无用武之力 没有用武之力怎么办呢 这要打气单人 我不打气单人 我怎么建军功啊 不建军功我怎么升官啊 所以他就经常挑唆 气单跟中原王朝的关系 不能让你们勇好 你勇好了我没法打你啊 所以隔三差五了 搞个挑衅动作 捕杀气单游泥 要不然就开个宴会 弄个葫芦宴 把气单贵族请来 对不起啊 前天我杀错人了 我给你道歉 请你喝酒啊 气单人很朴实啊 傻糊糊糊的就来了 来了之后九席宴上 安禄山浮兵四死 七个叉叉全杀了 脑袋送上安去了 敬请收看赛北三朝之了 第一集 气单拔布